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论你修学哪个宗派 无论修学哪个法门 这佛家常讲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总刚临就这两句话 不屈于向就是不着向 用现在的话来说 不受外面境界向的诱惑 不必要离开外面境界向 只要不受诱惑就是不着向 内也不动心 六根借促外面六成境界 不起贪诚吃慢 不起是非人虎 一切话里面可不可以受用呢 可以受用 穿衣吃饭天天在受用 怎么说没有受用 有受用 有受用 你着向 受用里面有可能 你有分别 有执着 有妄想 有烦恼 你会随着受用而分析 所以你就不自在了 你心得不到情境 得不到自在了 如果你受用 一切话里面 你能够外不着向 内也不动心 这样去受用 那你就得到外面 不取愚相是禅 不如不动之地 可见得不妨碍你生活 不妨碍你工作啊 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 五十三餐在法神大使 他们有标榜修禅定 善财同族去参访 去寻求他 他在哪里啊 经上讲的市禅 市禅是什么地方呢 要用现代的话来说 超级市场 这位善知识修禅定在超级市场去 在那里逛 逛市场啊 人家是真用功夫啊 往市场说 你看看市场 琳琅满目不着想 用我们现在话说 不受诱惑 那叫禅 心里头如如不动 叫丁 他在那里修禅定 人家禅定是这个修法 如是盘腿面臂 不受外境的诱惑 也不被碎诱惑 耳不被深诱惑 谁不被碎诱惑 六根不被外面六成诱惑 这叫禅 心里面不生是非人物 不其贪嗔痴慢 那叫做定 然后你就晓得 功夫在哪里用啊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利私恋心呢 五十三餐就是利私恋心 外面境界绝不回避啊 回避怎么能成功呢 找个身上躲起了修行是很清静的 一入都市 心马上动了 马上就完了 所以要想的 修行是一切实 一切处 都是自己修行用功的处所 没有分别 没有知处 一定要懂得在境界里的怎样用功 怎样修戒定会 过戒定会的生活 永远保持自己清净平等觉 这我们讲习里都常讲的啊 对一切人事物 不其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这是定啊 这个定 应用在生活当中 应用在工作里面 应用在除世待人久 外面事情清清楚楚 明明了了是会 照见 魅力都如如不动了 所以除四那就不是用意识啊 是用智慧 智慧来除四哪有不圆满的呢 哪里会有过失呢 凡是感情用思 感情就是烦恼啊 贪嗔痴慢啊 这个东西用思才有过失 智慧我们现在一般人家理智 理智除四不会有过失 在生活当中 对人 对私 对无 佛教给我们两句 过去余相如如不动 教给我们 我们现在还有个身体在这个世界 应当怎么样过日子 应当如何生活 佛就说这个面子 不去向 外不着想 随便 内不动心 再在念佛上来讲 内不动心呢 就是心里面二六十中抓住这一句阿弥陀佛 不要让任何一个杂念 任何一个妄想浸透进来 你的心是佛心 你的愿是佛愿 心愿与佛相应 这是成佛的极尽 不着想 不是说不要想 这个不取向 不取也是不着的意思 不是不要 样样东西有独裁信心 心里面决定没有分别之处 不会被外面境界所影响 这就对了 自己心里面有独宰 这个独宰就是亲近性 亲近性没有现前的时候就是佛好 我们才有一点执着 才有一点分别 阿弥陀佛 宗门族司所谓的 不怕念起 只怕觉知 但那是缺儿 念头才起 不管是善念是瘟 念头一起就错了 为什么亲近性就没念头啊 念头一起怎么办 归到阿弥陀佛 统统落在阿弥陀佛上 到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养友 你就能心见见 就是用这一个念头 把所有的念头都打掉 尽重使用这个方法 这叫毁灭佛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